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通过门槛 为了反制罢免 战斗兰发起人赵绍康 领军多位国民党立委和市议员 到基隆信义市场宣讲 一起来看看 基隆市长谢伯良面临罢免危机 战斗兰发起人赵绍康跟多位国民党立委跟市议员 来到基隆信义市场宣讲 包括立委赖世宝 谢龙介 陈玉珍 王洪威 徐巧新 林佩祥 跟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钟晓平和基隆市前议长宋伟丽 市议员何淑平 韩世玉 曾继炎等人进行轮番宣讲 痛批这是一场输不起的邪恶罢免 呼吁基隆人一定要出门投下反对罢免票 一听到到基隆来 大家都义愤天鹰 觉得要来支持谢国梁市长 我觉得民进党这次发动罢免简直是没有道理 可不可以评论 可以评论的 可不可以反对 可以反对的 这民主社会 但是有到罢免的地步吗 有到罢免的地步吗 根本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政治霸凌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反对政治霸凌 而且这是什么 邪恶罢免 不是说民进党很坏的 他想啊 势子挑软的是觉得基隆 他有机可撑 所以他在基隆搞 希望呢 搞成以后呢 明年他在全台湾发起了立委的罢免 因为现在在立法院呢 他的这个习次不过半 所以呢 他将来希望呢 利用罢免 用这种偷吃部 把立法院再倒过来 这是很邪恶的 这是专我们选办法的漏洞的 很可恶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倒政治霸凌 打倒邪恶罢免 对不对 对哦 你当做 台湾人都建讨的哦 传书叫屁民 对不对 有 中胖贏啊 要贏去吃 总统要继续做 去叫输 你们就屁民 把伙伴想要停算 讨厌网军吗 讨厌 讨厌双标吗 讨厌 讨厌输不起吗 讨厌 那拜托 去投 那个不同意罢免 到了谢国梁的时代 把他收回来 谢国梁有错吗 没有 没有错为什么要罢免 自得利益不放手 就要发动罢免 就要让我们基隆市才改选一年半的市长 又要重新的去把他翻盘 让我们基隆市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乱 把谢国梁拿来操兵 各位 我们要不要替谢国梁 保 我们要不要争取谢国梁 加油 谢国梁 加油 国梁国梁谢国梁 加油加油加油 所以大家绝对 不要说没差的这票 到时候一定都要站出来 投反对罢免好不好 好 我们在一年的时间 已经把基隆 打造成一个全台湾入口 最友善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行人车货率 是一般县市的一半都还不到 甚至有的是三分之一 这个就代表我们基隆的入口友善 我们基隆的市政正在改善当中 大家说 对不对 这么好的市长 如果把他罢免掉 其实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 对不对 基隆市民 能不能做这样不公道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基隆市民不会这样 除了现场宣讲 赵少康和国民党立委议员们 也到新一市场扫街宣讲 民众力挺支持 高喊谢国梁加油 市长谢国梁说 相当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为他加油打气 他会带领市府团队持续为基隆市政打拼 来服务基隆市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在电影来看位在中正路上的旧公车处 变身为文创音乐展演空间 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 跟展演经验丰富的硬币创造 共同合作 推出开幕特展 带您一起去瞧瞧 那可以让民众可以很贴近的舞台 他们可以站上去体验一下 是艺人 有一个歌手梦 我们可以在这边来实现 然后我们在上面呢 都有配备我们在舞台上 大家看不到的一些小道具 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 跟展演专业的 必应创造携手合作 将旧公车处打造成 全新的文创展演空间 打头阵的这档开幕特展 真实呈现演唱会的 目前与幕后 让前来开箱的文官局长姜亭梅 跟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 和社会处长杨玉鑫大开眼界 所以他就让我在上面 体验了一下 当这个Superstar的感觉 前面还有这个麦克风 然后一站上舞台的时候 那个光啊打在身上 哇真的开始有那种 要当这个艺人歌手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这个场域 现在是非常具有 寓教娱乐的一个环境 那同时你们也可以看看 其实一个演唱会的成功 不是明星而已 他其实需要非常多 后台的制作人员 以及灯光师 以及配仪师等等 大家大力的一起合作 而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未来创造 让更多的年轻人 或者喜欢音乐的人 可以来了解 以及可以租任场地 所以音乐对于所有的人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心灵疗愈的途径 所以我们现在在 超高龄社会来临的时候 我们也在努力的思考 如何透过更多的艺术文化 尤其是音乐 来帮助更多长者 能够陶冶性情 而且调节生活的情绪 市议员张之豪也前来参与 开幕记者会 除了特展内容丰富 相关的展演空间 也将提供年轻朋友 和学校社团成果发表租借场地 打造成基隆的音乐基地 也扩大表演艺术的交流 这个场域呢 我们提供给学生的社团们 都可以来这边租借 那当然啦 也有回馈我们这些学生的一些机制 那这个也是我们想要创造 大家不一样的一个场域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接下来我们会透过 跟必经创造的一个合作 然后去对接到北流 也希望未来可以让我们 更多的表演艺术者 尤其是音乐家 或者是艺术家 可以到北流这边去做一个表演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 可以让北流的一些表演团体 以及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IP也可以到达我们基隆 然后在这个场域 让大家看到基隆 今天进驻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所有多元文化 跟我们所有展演的内容 可以带入到基隆 同时也可以把基隆的展演文化 传播出去 这个是我们希望最终的充值 文化观光局表示 串联旧公车处 与基隆要塞司令官邸 和校官眷社 将透过专业团队 逐步引进艺文展演 文创展览和音乐表演 期盼培育更多的音乐产业人才 也让基隆展现更多元面貌的 文化娱乐艺术体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2024七堵庆祭公 妈祖孔明文化祭活动 7月7日早上在七堵庆祭公正式举行 庆祭公特别安排市农工商 四大百工百业的代表 以茶祭祀 升天灯 祈福基隆市民一切平安顺利 由工作人员拉着天灯缓缓上升 天灯上鞋满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以及基隆市议会副市长杨秀玉 前议长蔡旺连市议员 和市政府包括民政处文化观光卫生教育 中发消防警察 七堵区公所等相关局处首长 每个人亲自写上的祈福吉祥话 随着天灯上升 祈福基隆市民一切顺利平安 各行各业生意兴隆 基隆市政圆满昌隆 我们谢国郎市长非常重视 宗教的一文活动 那得知柯主委要办一个 这样的活动的时候 他就非常大力支持 也请了我们民政处 教育局文化局全部来协助 我们希望借由宗教的传统活动 可以带动整个七堵的观光 让人们了解七堵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包括我们七堵的铁道公园 最近要展览到今年的12月份 还有我们七堵火车在很好吃的便当 还有很多很好吃的小吃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人 新北台北全台湾甚至国际的人都知道 基隆有一个很棒的庆祭工 我们希望借由马祖的慈悲 同民的大智慧 能带动整个七堵 带动整个基隆 整个观光也好 经济也好 各行各业 所以我们早上10点开始有个祈福活动 市农工商各代表的企业活动 要代表说我们各行各业 市农工各行各业 会开始期望这个活动 主要的活动在这边 2024七堵清济工八族孔明文化季活动 7月7号早上在七堵清济工正式举行 在指导单位基隆市政府和基隆市议会全力协助下 承办单位七堵清济工 特别安排市农工商四大百工百业的代表 包括基隆市政府七堵区农会 基隆总工会等单位代表 以茶济世升天灯祈福 希望在妈祖大慈悲孔明大智慧保佑下 让七堵区和全市各项建设以及文化观光同时起飞 我想当时这次冥冥之中的注定 因为当时是一个因缘际会 那我的朋友他从13年前 就从四川成都五婆子 就是请了这尊孔明到平溪 那就是我们在聊聊因缘际会 我觉得应该是我跟孔明的缘分 那我希望说这个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七堵妈祖 妈祖婆她真的非常的慈悲心 那也要她允落 愿意让孔明来帮助我们基隆 那我从政的这些年来 我一心一意就是要让基隆七堵发展 无私心的 那我觉得冥冥之中 就是孔明希望借由我来当桥梁 来帮助基隆 帮助七堵帮助台湾 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台湾中和研究院创办人 刘泰英现场演讲 除了早上的祈福法会 中午和晚上将封街举办圆游会 社团表演等文化活动 以及晚上明星献唱借东风的晚会 希望让七堵区老烈滚滚也带动文化观光商机 及记者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 马祖孔明文化季活动晚上 有明星著唱及摩采活动的借东风晚会 市长谢国梁 议长童姿卫 立委林沛祥都前来共襄盛举 歌星北渊山猫的现场演唱 将七堵清济公妈祖孔明文化季活动 推向最高潮 中午开始封街 贩卖各项美食小吃的胖卡餐车进入 社区各项文化活动表演 以及孔明智慧所解锁活动 随着温度逐渐降低 7月7号在七堵清济公举行的2024 七堵清济公妈祖孔明文化季活动 到傍晚时奔人潮越聚越多 基隆市长谢国梁和立委林沛祥晚上6点多 一起先抵达现场 市长谢国梁先绕场一圈 和市民朋友打招呼 展现受欢迎的超人气 市长好 谢谢 随后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和市议员曾宜芳也赶到现场 主办单位清济公特别请来 国宝及道士为这场活动 进行祈福仪式后 由市长谢国梁颁赠 护国幼名匾额 感谢庆济公 由主委柯金彪代表收下 参加活动的贵宾 未来我们就要盖就业基地 这个就是港务局的招商案 那另外一边 阳明海运的另外一边 他现在是原本要做正名安居 但我们还是很希望 能够结合阳明海运 开发更大的就业基地 这点跟祝都中心 还在争取当中 但是总是七度的未来 一定是光明的 就像我们的 妈祖跟孔明文化祭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会努力 来好好的打造七度 成为一个大型的就业基地 一边是火车站 另外一边是捷运站 我们希望借用我们孔明的大智慧 把基隆市打造的越来越好 我们都希望说 我们未来的领导人 能跟孔明一样 志势之能成 希望说把我们这个地方 不管我们这个城市 还是这个国家 一好转得更好 那佩祥在这边呢 其实就是一个 严林哥讲起来 就是一个帮忙的啦 所以刚刚国梁市长讲的 那怎么样把基隆市 把七度区变得更好 佩祥会尽力在中央协助 协助地方 我们这个电视台不断地在转播 这个三国演义 看到这个孔明 与三观金 那非常希望 我们这个七度的发展 就像孔明一样 揮两下 七度会越来越进步 我想相信在这个未来 捷运进驻基隆 都市计划的改变 搭配我们社会住宅 七度的好山好水 休闲农业 一定可以让七度发展得更好 七度是未来 这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副都心啊 我们议会 代表全体议员 来祝福我们七度 孔卧龙住驾 龙年好运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那大家一起加油 市政昌龙 谢谢大家 谢谢 在十三四年前 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这个 从四川成都五佛池 这个 这一尊的孔明 到这个十分嘛 那十分在那边住家 因为我们都知道孔明灯 是这个孔明发明 孔明他本身是一个发明家 也是一个军事家 也是政治家 可以说是全能的 那我们这边是七度 那孔明是在三国 三国 那三加七 是不是十分了的十 那七月七日在七度 七点七分 北斗七星出现 要借东风给 我们基隆给台湾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是借智慧给 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给台湾人 祝福我们台湾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七东妈 真的在我们七度 这里是一个非常 大家知道的一个 信仰中心 那今天我们结合了 妈祖的慈悲 还有我们孔明的智慧 所以相信今天在场的大家 回去 一定能够更平安 更长智慧 大家说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感谢各位 借由七月七日在七度 庆祝康 七点七分的气候 带动我们七度 带动我们基隆 各行各业 起风了 经济发展 起风了 将来我们一天一天 比一天好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努力 谢谢 感谢 歌星的表演和晚上的摩采活动 让人潮越聚越多 市长谢国良在带头摩采后先行离开 同样展现人气魅力 民众主动要求拍照合影 而议长佟子委则是和市议员曾宜芳 也和民众热情打招呼后 进入庆祭公内殿参拜七度骂 和其他奉仕的神明 整个七度庆祭公妈祖孔明文化祭活动 在庆祭公主委带领所有委员和志工们 通力合作下順利进行 老泪滚滚也带动文化观光商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迈入第13年的基隆市海洋教育 暑期营队在建的国中拉开序幕 今年以海洋污染为主题 融入多项实地踏查的项目 让参与的孩子们亲身体验 深入理解海洋环保的重要 挑战未知的吸水之路 跟着教练前进真的好刺激 很好玩很凉快 有点可怕 沿袭有点滑 但很有趣 很深 蛮刺激的 第一次体验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体验 第一次说西感觉非常有趣 其实我不按水性 其实蛮紧张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 应该是很安全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缩新活动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直接感受海洋的源头 一年一度的海洋鼠琴 对于在建的国中举办开幕仪式 感谢所有的赞助单位 万营队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今年主题海洋污染 透过室内室外 知识与实作的体验课程 让孩子从小亲海爱海 成为海洋环保达人 我们这一次的海洋营队的主题 是延续我们这一次 基隆市的小主播的主题 叫做海洋污染 那我们这一次 所有的课程 全部都围绕着海洋污染 来进行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到基隆与登岛 并且在上面做浸滩 那还有河流 是我们海洋的一个衍生 那我们也带同学们 来进行一些溯息的一些课程 除了户外探险 营队还设计了一系列 有趣的闯关游戏 教导孩子们水域安全的知识 如何在危险情况下自救引救人 还有透过船只重量调节的实验 引导孩子们思考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如果我要用多一点水 就把海水装进来 如果我要用少一点水 就把海水排出去 不是太棒了吗 基隆市护海中心 我们海洋教育的辅导团 还有环境教育辅导团 然后合作办理这场暑期营队 那这三天的营队 让我们的小朋友亲近海洋 可以更认识海洋 而且注意安全 那希望借由一个暑期的活动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圆满的暑假 为期三天的海洋营队 有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 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 对海洋的热爱与责任感 从小培养海洋环保意识 让每位参与的孩子们 都有机会成为未来的海洋环保达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我可以教您的 考导一下 豪廚就鑽錄整瓶 基隆騎樓更好走 打造以人為本的城市 我們下半年在愛山路 圓山路 廟口商圈的附近 來推動騎樓整瓶 讓行人更方便 更舒適 也更安全 騎樓整瓶 有愛通行 基隆市政府關心您 臨近基隆火車站的基隆轉運站 七倍一號將要啟用囉 想要去搭國道客運和市區公車的民眾 趕快follow me 要搭乘國道客運的民眾 可以從中一路上火車站南口對面的轉運站正門進入 直通後車區域 也可以從救火車站旁邊這個大頂童下方進入 搭電梯或走樓梯到後車區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從火車站南站 經過街五空間這個連通道 來到大頂童下方 再利用電梯或樓梯 就可以到達國道客運後車月台囉 這裡有國光客運 泰勒客運 和往士林及內湖科技園區方向的各條路線客運 如果民眾想要搭公車 就要去轉運站外面 新落城的市區公車後車亭 民眾可以進轉運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車後車亭 或是從火車站北站經由樓梯 通往公車後車亭 這裡的後車亭可以搭乘施工車 前往太白莊 信義 中正和安樂長庚院的方向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仁愛國小首創山海挑戰營 師生從既用騎腳踏車出發 前往新北龍門營地速營 訓練孩子勇於挑戰團隊合作的精神 看一二三 來 仁愛國小 山海挑戰營 好 很好 非常好 Yeah 暑假來臨 仁愛國小首創騎單車的山海挑戰營 在校長陳立國跟退休校長彭麗琪 還有專業騎乘教練的帶領下 師生從基隆出發前往新北龍門營地 進行三天兩夜的速營活動 這次還特別邀請仁愛國小畢業 目前就讀高中跟剛升大一的學長姐們 擔任隊伍 帶領學弟妹學習團隊合作跟自我挑戰 那這個挑戰是非常的有意義的 是在基隆市跟仁愛國小都是首發團 都是首創的騎腳踏車 從仁愛國小一直到福隆的龍門營地 那這個過程當中最可貴的是 由我們的青年領袖志工 也就是高中的畢業校友 回來帶領我們國小畢業的六年級 跟國中七年級 八年級的同學 一起來接受這樣的一個挑戰 相信會在他們的人生記憶中 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那我來自成功高中 也是仁愛國小的校友 那今年二月我受到 仁愛國小老師的邀請 回來仁愛國小 就是帶領學弟學妹去做營隊這樣子 也很感謝現在的校長跟前校長彭校長 就是有他們的資源 還有他們的人脈 我們才有辦法促成這次的活動 讓我們的學弟學妹們 當然還有我們自己 可以遠離3C 然後就是一起到戶外去看看 第一次接到有這個志工 團隊訓練的事情的時候 就覺得很興奮 然後也很期待說 我們可以給這些學弟妹們 仁愛的學弟妹們 一個很好的營隊體驗 就之前也是有跟家人 去騎那種U-bike之類的 就想說這次的挑戰 應該對我來說應該沒問題 想說就做一個挑戰 就給自己一個經驗 行程有專業的設計 我們的領騎是由我們 一日北高的總一 就是最快速度的騎車手 然後在隊伍的後面 也另外會有專業的車手來陪伴 每一個小隊當中都有三位輔導員 另外在隨車有我們的保母車 如果小朋友騎不動了 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 我們會讓車子上保母車 然後人員就有另外的接駁車 來做接送 所以務必做到安全 滴水不漏 這次營隊能夠順利成行 校長特別感謝仁愛國小校友 王鴻明董事長 積極回饋支持母校 這個活動之所以能夠成行 要特別感謝我們學校的畢業 校友王鴻明董事長 他為我們學校成立了一個 為基隆成立一個 信美教育基金會 那這個基金會從2022年來開始開創 那2022年他斗內了我們學校 大概20萬的經費辦理各項活動 那2023年成長了一倍到40萬左右 那今年2024年成長的幅度已經跨到99萬多總經費 當然是辦理各項活動 但是我們這次三海挑戰營 就需要的總經費30幾萬 全部都是由我們信美教育基金會來提供 這是我離開燃愛的時候 跟信美基金會提出來的一個方案 那因為我覺得基隆呢 我們有很多照顧弱勢孩子的一些方案 但是對於培養未來領袖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學校比較缺乏的 那我們這個三海挑戰營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培養未來的領袖公民 所以包含了我們的畢業生 還有我們的在校生 一起進行的這個三海挑戰 那相信這三天的活動呢 都可以帶給孩子滿滿的收穫 首創的三海挑戰營 由就讀高中的學長姐 帶領國小的學弟妹們 共同參與完成 象徵一代接一代的學習經驗傳承 更凝聚了仁愛國小大家庭深厚的情感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在和平島地質公園 舉辦前海戰將近海大會 這一次全國同步 總計動員了272名前海戰將 共同清除超過450公斤的海洋廢棄物 海保署署長陸曉雲 親自帶領46名前海戰將下水近海 並串聯24處近海前哨站 在全國20處海域同步進行近海活動 總計動員全國前海戰將 272人名清除海費超過450公斤 這個其實是今天的成果 那目前台灣有38家的前哨站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加入前哨站 然後可以透過前哨站相關的活動 去做幾張幾點 那也讓更多愛海的朋友 可以一起幫我們成功的海洋 解決海洋廢棄物的問題 需要多管齊下 鼓勵大眾一同守護海洋 實現海洋保育及資源永續的目標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me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即用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这五回来